我没想到 你干什么 一极可 我干一枝手术 我写了一个观后感 主要是我对流程的观察和思考 也许还不太成熟 那还拿给我看 耽误我时间吗 不是 其实我查了很多资料 逛SCI的文章 我就看了十几篇 我又没瞎 你花了多少时间 我难道看不出来吗 我知道您可能看不上 我就是想告诉您 我没有浪费这次观摩的机会 我不想看这些小儿科的东西 明明找个角度深挖一下 就是一篇论文 为什么偷懒 敢不敢写一篇SCI我看看 您开玩笑吧 我七年制才第六年 连手术拉钩都轮不上我 我哪来的高精尖学术观点写SCI 别以为SCI多高不可怕 美国有个住院医 值班斜着没事 总结了一下 白人耳垂形状特征 就发了一篇SCI 题目够屌丝吧 相比之下 这肝移植算是高富帅了 要是没兴趣 就把白晓星找来 我让他写 不用 我可以的 想明白了再来找我讨论 怎么还不走 就是想问一下 能不能再给李奇一次机会 那个切了子宫的病人 愿意给他机会吗 我不是说李奇没有错 可是病人家属求他的 要不然他们干吗包红包给李奇啊 又不是所有知道胎儿是女性的家属 都会选择打胎 这是病人自己的决定 现在出事了 都推李奇身上 这公平吗 那也是因为他有私心在先 像这样的人 我现在不淘汰他 留到将来犯的错更大 谁没有点私心 您替林大夫出气就有情可原 对李奇就这么严格 不公平 我们当医生的就是治病救命 又不是病人人间指南 凭什么替他重男轻女 决定承担罪责啊 那对夫妻重男轻女是他们的事 代价他们自己承担 可李奇作为一个实习医生 为了私立网顾医院的规定 不该罚吗 他犯的错 我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人家要杀人 李奇就递给他们一把刀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李奇心里是怎么想的 有谁会不惜付钱 来打探胎儿的性别 李奇难道没有料到 他告诉他们孩子是女孩之后 他们会做些什么 他觉得这跟他没关系 医生啊 我也告诉你 我们是做医生的 很多事情我们了解得比病人多 信息能杀人 信息也能坏事 有时候救人的背面就是害人 医院的规定都是血的教训 你们也没闹着玩呢 听进去了就告诉我 你觉得我处理这件事有私心 那李奇的私心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们这点小心思 不说我也能查出来 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吧 这一切都好 我现在还是要疼我们的事 你心愿意去的那种例子 那你就会 eso 你怎么办 我愿意去得罪吧 明天都是不够委属网 那你都不得罪了 你怎么办 我还没有别的事 我根本就你 残杀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是任人宰割 两个月 也就是说要淘汰两个人哪 李奇不是要转院实习了吗 算不算已经淘汰一个了 人都走了 你还算计他 我又不怕考试 要算计也是为你们算计 周老师 你看 这多破坏团结呀 要不然您手下就行 我以前就是对你们太松了 所以才会出现李奇 为了给女朋友买礼物 收别人红包的事 行了 散会 干活 你别借我 我在排赌 排完了赌 怎么样补充电卡路里吧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为谢南向那个混蛋绝食的 那你就吃完东西再买 我才不吃这个 除了掌握义务实处的包子了 我要神的食物赐予我力量 我到底哪儿不好 她凭什么那么对我呀 不是不好 就是不喜欢了呗 你懂什么呀 晨曦 你跟我闹别扭有一阵子了吧 咱们今儿把话说清楚了 不准反复了啊 那你说 那你说 你呢现在就跟我当初一样 反正早晚得走出来 你 潜伏得好深呀 我们都以为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呢 那你说说 我原来在龙山谈过一个男朋友 去年 他考研就来江城了 你是为他来的江城啊 那从去年起你们就异地了 很辛苦吧 所以啊 结果就不用我说了吧 难怪你从来没说过 感情啊就是个脆弱的东西 经不起流年 扛不住距离 你 那人问为什么要互相给承诺呢 承诺 承诺不就是一个骗子 说给一个傻子听的话吗 那你比我强一点 那个混蛋 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承诺 那你为什么呀 为什么执着着一个 不喜欢自己的人 对吗 来 那你告诉我 刘志光为什么非要干他 不擅长干的外科 李奇为什么非要送他 负担不起的礼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执念 无论这个执念看起来 多么地荒唐 外人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值得 算了 算了 不说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是没完全听懂 这有解险 解敌你可出来了 下手说了 相亲专用的领带呢 看来对解压分子够紧密的 伯母那句年底结束战斗的 最高指示没有外向 你别瞅我爸 车钥子 把车出来了 开车多没意思 现在相亲流行骑自行车 我那车不是坏了吗 早上起来那大灯不亮了 我第一次见你了 你不能让我开一堵点龙去 是吧 相亲就出腰管 你笑了 陈主任 林大夫这车钥匙 他在门阵走不开 他让您别跟他换车了 他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那帮我谢谢林大 好 你好啊 同时打我们两口子的主意 这不是刚才我找你 你不在呀 等会儿 两口子 你跟念初不理了 你别像邻居老大妈一样 那瞎大地 不是 你别打岔 那天法庭上怎么说 没怎么说 什么叫没怎么说呀 没怎么说是怎么说呀 你能不能给句动画话 咱俩这么多年朋友了 你告诉我 这事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吗 我怎么跟你说话 就这么费劲啊 你说 你能不能够 妈 我马上走啊 绝对耽误不了 你说你让我到你 行了 行了 车钥匙给你 咱们两个 总得有一个有老婆 把你车钥匙给我 我不给 你 你今天就别开车了 你成精神吧 晚上多难打车呀 这个是念初的钥匙 别别别 你不听我的 你待会儿把这钥匙 给人念初送回去 然后你就说 你的车让我给征用了 人家心一软兴许 就把你送回去了 知道不了 我告诉你啊 做兄弟的 我只能帮到你这儿了 一定啊 一定 好 你 哈哈 大家好 这个 attacked 你 恃 还嫌我早退啊 那个子宫全缺病人的事 让你受委屈了 我本来是要来慰问的 可当着伟天叔的面 我不想解释太多 我就讨厌他那副 幸灾乐祸的样 好像在说看哪 你学生闯的祸 又连累你老婆了 人家不是来看你笑话的 不说这些了 学班急着去相亲 让我把车钥匙还你 他车不是坏了吗 开我车去不一样了 这样不好 我是说 咱们俩在一个医院里上班 离婚的事老这么拖下去 大家都搞不清状况 搞不清什么状况 既然决定要分开了 那就大大方方地分开嘛 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 这样对大家都好 是 咱们拿手术刀的人 是不喜欢托尼带水 其实离婚协议我早就签了 那好啊 那就找个时间 赶紧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 周三上午咱们俩都没有手术和门诊 周三行吗 周三我有会诊 那就周五上午 周五我要给学生上缝合视教课 周三上午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挺失败的 在咱们俩的婚姻里面 从一开始就是我不停地在迁就你 迁就你的时间 你的习惯 你的口味 没想到到婚姻要收场的时候 我依然得迁就你 可我和你一样 我也是一个主任医师 我也要手术 要出门诊 还要带学生 我多么希望也有人能够迁就我 哪怕就一次呢 行不行啊 行 下周一定去办 你挑时间 那走吧 这个时间也不好打车 我送你回去 不 我还不走呢 那你 我想起来了 我还要回办公室去看文献 最好 就这么ICA 像你 像你 你不要想阿姨 不要 醒醒 don't wanna leave it 寶寶 Д WHAT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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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病人C核并门静脉高压症同期手术 从昨天早上手术到现在 已经过二十四个小时 生命体征正常 未见术后大出血 谁说术后出血都在二十四小时内的 这类手术术后两三天出血的多了事 没术不会再大出血啊 既然知道可能出血 有什么防护措施 该观察哪些指标 应该观察术后 腹腔引流液性质和引流量 监测血压脉搏脖脉压差 尿量 血氧饱和度 这还要看病率吗 这些应该脱口而出 我要是问你生日 你还去查户口本 找我看吧 你刚才查房的时候 又跟学生发火了 那帮学生都是属蜡烛的 不点不亮 那也不应该当着病人的面啊 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发无名火 大家都不敢跟你一块上手术了 你是不是最近 神经摔肉更严重了 你再这么扛下去 早晚有一天连手术台都上不了了 这事别让柯里知道 我就知道 你只在乎你的手术台 我说什么从来都是无关锦啊 我知道你干吗来找我呢 你不就怕我耽误你的正事吗 我都签完字了 拿去吧 你以为我是来催这个的是吗 你当我没来过吧 怎么能不能别闹了 我一会儿还有手术 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 Argentina 那个约带上 顾老师 要去哪儿啊 今天张欢雨过生日 我下午先去布置一下报件 您去吗 你别人通知我 朋友们可能怕打扰你吧 Donkey声明也有时间和邪韵 是 那到底是怕打扰我呢 还是怕我 你就别圆了 这种事啊 我从来不会去的 李博他们都知道 不用通知我 您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 你都有黑眼圈了 接着化妆吧 记住 上班时间别把嘴涂那么红 要不然输血课丢了血 第一个找你 没有审美 没有审美